藉由专业表演者的带领 让观众也能够体验不同的乐趣 邀请马戏及街头艺术从业人员 或对马戏表演有兴趣参与 连续两天在榕树广场举办大众体验工作坊 透过专业表演者的带领 让民众可以体验溜溜球、扯铃等等的马戏杂耍乐趣 因为魏武营是全台湾第一个官方的一个 就是国家级的剧场中心 专门每一年focus在circus的festival 就是马戏的一个平台 那这对台湾来讲的话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马戏这样的一个表演的一个类别 那在全台湾各位观众应该也不知道 有唯一一个全国唯一一个经营很久的一个学校 叫国立台湾系学校 它有一个民俗技艺学系 就是专门培养马戏人才 就是特技表演艺术人才的一个场域 这一个学术单位 那我们一直很孤独也很孤单 那魏武营能够关照到我们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专业 然后引荐到产观学的一些学者专家 其他国家的专业人士跟我们做这样的交流 今年更进一步的加一个workshop 就是工作坊的形式 就近的关照在台北 尤其是我们学校在台北 我们的学生 然后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场地可以支援教学空间 所以在这样表演 然后人才培育上 我们攜手并尽 我相信可以为台湾创造更大的一个平台 跟一个价值 全台最大马戏平台 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登场 六国马戏高手齐聚大显身手 从室内延伸到户外广场 玩卢盛达的嘉年华会 连法国国家马术艺术中心 也首度进军亚洲 邀请民众一起体验新马戏艺术 十方新闻 国有文学建议高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